王爷,老臣担心小王爷不保啊 听到孙太医的话,叶丽诚的瞳孔明显剧烈收缩了一下 不要管这个,孙太医,你尽管放心吧 叶丽诚,你还是一个人吗?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 小语,本王当然知道你腹中的是本王的孩儿 只是小语,孩子咱们还可以再有 但是彻儿的命如果没了,就真的没了 所以叶丽诚,你的意思是说,为了你的爱情,你就要牺牲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叶丽诚,你的爱情还真的是伟大 竟然可以伟大到,让你自己的亲身骨肉赢命还赢命 小语,你不要无力娶闹好吗? 面对楚颖月的不满,叶丽诚却是如此回应 小语,本王向你保证,等这件事情过去 本王待在你的院子里,只和你温存 一直到你重新怀孕可好 但是现在就彻儿更重要 其他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好不好? 叶丽诚,你真是厉害 一次又一次刷新我对你的认知 一次又一次,让我的心死透再死透 重新怀孕 叶丽诚,这种事情 你觉得我很期待吗? 大概是楚颖月眼里的嘲讽刺痛了叶丽诚的心 他看着楚颖月片刻,突然往前一步 然后用力将他搂入了怀里 好了,小语,别闹了 这件事情算本王求你 好吗?本王欠尘儿太多了 不能再欠他一条命 不过是一个孩子而已 只是失去一个孩子而已 孩子没了我们还可以再有 本王答应你 本王 楚颖月再也听不下去了 他挣扎着从叶丽诚怀里逃脱 接着抬手,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 叶丽诚,你欠水清澈太多 那你拿你自己的命去还啊 凭什么,你凭什么用我孩子的命去给你还债 叶丽诚,你算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 叶丽诚,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认识你 看着楚颖月 叶丽诚像是受到什么巨大打击一般 整个人往后踉践退了两步 孙太医,动手 楚颖月想要挣扎 可是,进军在前 他哪有还手之力 他只能被进军扣着肩膀,盖住手腕 然后眼睁睁看着孙太医用刀子在他的手腕上一划 鲜血从他手腕上流出滴落碗里的同时 他的心也在跟着渐渐死去 他的脑海里,情不自禁想到了第一个失去的孩子 他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了 如今,这一个也保不住了吗 很快,一碗鲜血放好 孙太医端给了水清澈 初颖月清楚看到,水清澈在抬眼看他的同时 眼里充满了一种轻蔑的味道 紧接着,他张嘴往碗的方向一蹭 刚碰触到,就打了一个肝偶 同时抬手,啪的一声 打翻了孙太医手里的碗 鲜血洒了一地 对不起 王爷,对不起 这一碗血和叶丽成根本就毫无关系 叶丽成看都没看地上的血一眼 他走到水清澈身边蹲下 温柔的伸手握住了他的双手 彻儿,没关系 这一碗血到了,我们再放就是了 可是王爷,这很伤萧姐姐身体的 万一小王爷 彻儿,你别关心这个 萧宇身体伤了,孩子没了就没了 本王会给他补回来 现在你照顾好自己就好了 本王一定不会让你有事 叶丽成,我恨你 你要用我孩儿的命去救你的白月光 好,那你就踩着我的尸体 去救他 楚颖月话落的瞬间 眼里陡然划过一抹决绝 接着,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 猛地推开了身侧的敬畏军 再一个扭头 狠狠朝着身侧的桌角撞了过去 楚颖月感受到了头部撞击 紧接着 眩晕感随之而来 王爷 彻儿 彻儿不要小姐姐的血了 不 彻儿你不能有事 孙太医 继续给萧宇放血 有本王在萧宇死不了 楚颖月真想笑 笑叶丽成薄情绝情 笑自己愚昧爱错人 只是这一刻 他笑不出来 只能让黑暗将自己完全吞噬 楚颖月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这时 一只强有力的手臂从旁边伸了过来 用力抱住了楚颖月 颖月 是本王 对不起你 他连扯动嘴角的力气都没有 整个人就这样正正的看着前方 像是完全丧失了灵魂的破布娃娃 颖月你说句话吧 哪怕你骂本王打本王 也好 可是你不要这样不理本王 打他 骂他 甚至杀了他又如何 叶丽成似心有不甘 接着猛的翻身将楚颖月压在了身下 颖月 本王答应过你的 本王 本王会再给你一个孩子 叶丽成 你给我滚 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提孩子 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 我怎么会两次平常这样的钻心之痛 叶丽成 这不是个东西 你的爱情真伟大 伟大到让你可以毫不留情 牺牲你自己的孩子 只是 皇宫怪病的真相 你若知道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恨不得杀了你自己 真相 什么真相 真相就是 这场怪病 不过是水清澈的谋划 也不是什么病 甚至 他自己就有解药 只可惜 你堂堂天灵战神 却如此没脑 被他蒙骗和玩弄 颖月 这件事的确是本王的错 可是却和彻尔无关 你可以恨本王 但是请你不要把怒火 转移到彻尔身上 可好 楚颖月又哈哈大笑出了声 他仰起头 扯下了自己脸上的面纱 叶丽成 好一个叶丽成 好一个通情达理的叶丽成啊 叶丽成 你还真的是 心被猪油蒙了心 你对待水清澈 但凡有对待我时一半清醒 你又何至于被玩的团团转 哦对了 这也不怪你 要怪 只能怪你太爱水清澈 要怪 只能怪我楚颖月 不配得到你的爱 好了颖月 这一切都是本王的错 本王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你和本王 哦 所以王爷 你是要杀了水清澈 不 只是为了让你可以好好休养 本王已经把你借来王府别院了 这座别院在城南 环境清幽 以后你就是王府别院的女主人 本王不会让其他女人入住 所以 这就是王爷你所说的 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和王爷你了 王爷 你可真不走心 你若真的不希望有人打扰我们 那就应该直接杀了水清澈才好啊 叶丽成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我抱歉王爷 切身竟然会对你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 让你杀了水清澈 这可真是太难了 你随手捏死十个我 都不会这般犹豫 好了颖月 我们不提别人 如今当务之急 是让你再给本王还一个孩子 本王既然答应了赔给你 便一定不会失严 王爷说的可真轻松 王爷的骨血 对于王爷来说 原来连垃圾都不如 没了 就再陪便好 的确 是本王对不起你 可是本王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 彻儿 本王不能对不起彻儿 是啊叶丽成 你的爱情那样伟大 你不能对不起你的水清澈 所以你就可以对不起你的亲骨肉 叶丽成 你算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替我的孩子做主 让我的孩子用他的命去护你的白莲花 叶丽成 既然你的爱情这么伟大 你现在趴在我的身上做什么 叶丽成没有说话 他直接低着头 开始在楚颖月身上点火 楚颖月就这样静静躺着 任由叶丽成折腾 奇怪的是 以往叶丽成在他身上 哪怕只是最简单的一个抚摸 都可以在他身上点燃热火 可是这一次 无论叶丽成怎么拼尽全力 他还是毫无感觉 终于 身边似乎传来了男人均匀的呼吸声 楚颖月慢慢睁开眼 接着一点点穿上衣服 推门走了出去 果然 如叶丽成所说 这里不是成王府 而是成王别院 楚颖月抬脚走向院门口 刚推开门 脚还没迈出去 两名护院 已经将他拦住了